范冰冰的片酬,黄晓明的片酬,刘涛的片酬,这差距一目了然。 明星们从事这演艺事业,辛苦卖命,早出晚归更有甚者还要通宵打蛋,可谓是拼尽了大半条命,才会有电视荧幕上光鲜亮丽的一言一行展现在我们的面前。 可能他们并不管住赚钱的多与少,但是片酬却能衡量他们演技的深广与知名度的深浅。 或多或少还能激发他们的动力哦。 就范冰冰而言,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活跃在我们的视线中,不管是配角或是主角。 古装现代多有他的独特演艺在里面,从环朱哥哥的金锁配角到如今上到登上时代周刊,一大蜕变,其中苛刻碰碰打斗了多年,不管是身价还是演艺或知名度多飙升巨猛。 如今已经是远近闻名,海外老外什么的多认识他。 而且登上中国福布斯名人榜,从演艺一个小小的丫鬟到如今世界的名人,成长非凡的可怕,一步步约片,一次次演出,进一步了推销了自己。 同样的他的片酱也是一年年的飙升,据统计2017年就收入了2亿4400万元。这个数字对普通人来说一辈子也赚不到,天文数字毫不夸张。 黄晓明在前几年还好,在电视影评上出现的次数还算可以,和范冰冰对比那就有点像井底直挖了,这几年关于他的新闻也少了不少, 虽然我们还沉浸在神雕侠吕阳过的大侠戏场当中,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,在2017年他的表现大不如前,但也还好16790万也是很高,对于范冰冰就有点少了,看来黄晓明还需继续努力呀,向范冰冰看齐呗。 刘涛同样是从配角的扮演开始演艺生涯的,她的国民媳妇形象一直在人们的心目中无法抹去,直到她驾进豪门演艺事业就有所荒废了。 相比一下片酱也是有点差距1亿5620元,还需向范冰冰看齐呗。 相比一下范冰冰的片酬高出了一大截,不愧是大咖。